好,下一个故事啊,AI面试官上下了,很多的毕业生啊,今年在国内的毕业生都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就是他们现在在投简历再去找工作的时候呢,啊,先会由AI面试官来筛选一轮啊,怎么跟AI面试官呢,他会给你一个摄像头啊,就是说你行李对着摄像头录一个视频,把这个视频上传上来,然后呢,由AI程序进行筛选啊,不是人筛选,是由机器来筛选 机器筛选的这个过程呢,啊,怎么做呢,他是真的是会啊,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给你十个问题啊,你要对着这个摄像头呢,重新回答一遍 回答完了以后呢,这个视频上传上去以后,由机器来判定啊,你到底过还是不过,但是呢,这个机器呢,只要干的活叫初筛啊,为什么叫初筛呢 就是现在经常是几千个人啊,或者一千个人抢一个职位啊,或者是几百个人抢一个职位,现在才是这样来做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需要先筛选一下,如果你让这个HR直接看这些简历啊,直接去做这个什么,就很痛苦啊,这个事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现在啊,有朋友如果啊,大学,家里有孩子大学毕业了,就要去面对这个,特别是一些比较热门的职位呢 就要去面对AI筛选啊,跟大家讲一个笑话吧,让这个大家稍微的开心一下 以前啊,有一个这种招聘会啊,就是以前做这种人才招聘嘛,他开这个招聘会 然后招聘会要干嘛呢,就是收简历,在这个简历里头呢 啊,肯定有些职位比较好吧,收了一轮简历来 然后呢,等到这个散场的时候呢,这个老的这个面试官,或者说这个老的HR呢 就直接把其中的一半扔了,剩了一半拿走了 然后这个年轻的这个面试官说,哎,说您怎么把那一半扔了呢 然后这个老面试官看了看,他说这个运气啊,也是人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公司只要运气好的人,那些运气不好的人我们都不要 有这样的故事,我们现在靠AI来去筛选 啊,那么其实也是最后是看人品的 对吧,不是说完完全全我就随机扔掉一半啊 这个事并不是那么好使的 啊,他要看人品,但是呢,还是可以练习 因为中国人嘛,最会的是什么 最会的是考试 啊,当我告诉你我需要进行AI筛选和考试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 是不是你们都在惦记我什么时候冲塔呀 对吧,这个你们你们想多了啊 我我怎么会干那种事情呢 对吧,我这个,但是我会不会讲怎么应对AI啊 怎么应对这块 这个里头可能会去讲一下怎么喝茶的事情 这个你们还在还在等这个冲塔的故事啊 这个故事应该在这个题目里头稍微预报一下 那么怎么去准备AI的啊,这个内容呢 就是当他去面试你怎么去做这个事啊 第一件事肯定是被提库了 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 对吧,到底有多少题 到底有会问哪些东西 他可能是开放性问题 可能是封闭性问题 但是大家注意啊,不会问开放性问题 啊,比如说 这个,呃,一上来说 这个你想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就属于开放性问题啊 这个一般不会做 但是呢,他也不会问分封闭性问题 什么是封闭性问题 就是你今天吃了吗 你的回答就是吃了和没吃 对吧,那么就叫封闭性问题 所以通常的这种AI的问题呢 叫半开放性问题 他会问这样的问题 什么叫半开放性问题呢 就是这个 他会给你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给你一个这个 比如说你为什么愿意来我们单位啊 或者说你对我们单位和这个职位有什么样的理解 然后你在这个单位的职位上啊 然后希望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或者说为什么你认为你更适合这个单位的职位 他会给你一些这样的这个问题 叫半开放性 啊,不是说回答个是和否就完事了 也不是说直接这个可以啊 不说八道 在这这个闲扯天扯半个小时 也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对吧 所以要半开放性问题 啊,那这个题库呢 是存在的 就是如果啊 大家自己要去上学 或者要去找工作 请去找一些这样的题库 回来背一背 当然了 他会有些变化 说我今天是一个 你去应聘的是一个外卖员啊 比如说这个美团外卖的外卖员啊 现在美团外卖就是用这个东西 啊 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些题目啊 那你说我现在不应聘这个了 我要去应聘这个啊 MCN机构去做主播 那肯定问你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那么这个呢 会根据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职位会做一些变化 啊 这个第一件事呢 被提库 第二件事呢 叫多练习啊 怎么叫多练习呢 因为很多人啊 当你对着这样头去说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自然 啊 大家现在可以去有机会 可以去翻一翻我前面的视频 就是比如去年的视频 去看一看 哎呀 那个简直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条 我去年的视频 那叫惨啊 绝对惨不忍睹 啊 特别特别丢人啊 说话磕磕绊绊 结结巴巴 然后这个又慢慢悠悠的 然后一边想一边说啊 简直完全没法看 这个这个过程就是翻转的 翻转到今年啊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扯蛋 可以在这做直播 真的是不一样啊 这个是我也在进步 知道吗 我也在进步 我也在努力 这个叫镜头感 就是当很多人都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对着一个人啊 特别是熟人 你去聊天的时候 你会侃侃而谈 你会有很多的说不完的话 哎 当你去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这个事就会差一点 当你对着一百个陌生人的时候 你就会窃场 当你对着一个镜头的时候 哎 没有人了 光有一个镜头啊 这个事你就会觉得特别难受 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对着一个镜头说 啊 但是直播的时候 我状态会更好一些 虽然我现在对的是一个镜头 但是你们在不停的给我发评论 所以我会觉得 你们就坐在我对面 对吧 虽然有 现在有144个人 对吧 你们就在我对面 然后这个 咱们在一起在说话 一起在聊天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其实心里会觉得啊 感好受一些 啊 你们也会发现 我可能啊 镜头啊 特别是在这个直播的时候的状态 会比这个平时录视频的时候状态要更好一点 因为我感受到了你们啊 我感受到了你们 像我们去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啊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在摄像头后面啊 在镜头后面 做一个人啊 一边你在录的时候 他一边对你说话 一边对你点头 在这个时候你会再加上一些眼神交流 你就会把这个不自然感去掉 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做这个AI应答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让这个摄像头后面再做一个人 然后呢 对着你去微笑和点头 有一些眼神交流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聊的更痛快一点 吐字更清晰一点 或者说这个说话更这个流畅一点 这个事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第一个要被提库 第二个要多练习 要培养镜头感啊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面呢 是这个叫语言和文字 这个呢 才是真正核心的东西 第一个要吐字清晰 因为他最后要靠AI去做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自然语言处理 他要把你说的话识别出来 你说话乌鲁鲁鲁的啊 搞这个啊 那就没法弄 他认不出来 然后还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普通话要标准 啊 你口音很重 这个事是没法弄的 啊 这个啊 千万千万呢 不要这个 有就那个特别重的口音 特别是些南方人 啊 这个事是要注意的 因为呢 他这个AI他算不认不出来 啊 你说我说粤语啊 不要给自己找这个不痛快啊 这个事是不行的 然后呢 要控制口头语和语气词啊 这个那个嗯啊哦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这个是不行的啊 像我其实属于叫口气口口头语语气词比较多的这个人 就没有受过专业的波音训练 对 你们去看这个谁受过专业波音训练 王志安 对吧 你看他的节目 那个啊 非常非常流畅 对吧 人家中央电视台训练出来的 像我这个就不行 啊 我这个就经常老北京啊 经常说说说话啊 这个什么来着 我想不起来了啊 什么这个是不行的 啊 这一部分呢 会被通通的识别出来 会被打分的啊 会 如果你的口头禅很多 口头语很多 啊 说了大量的口头语 这个事没戏 啊 你是过不去的 怎么克服这件事情 很简单 写竹字稿 照着念 对吧 实在不行 就去买提词器 写竹字稿 照着念 为什么一定要提词器 为什么不能拿这个稿念 因为你如果拿着稿念 你就始终在低头 哎 始终在低头 你不是 就是你跟这个镜头之间 就没有这个眼神交流 啊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啊 这个事是 就是大家会觉得不舒服 哎 说眼神交流 这个事 跟大家想一个故事啊 特别 不是故事 是一个真事 特别有意思 就是大家看我前面 就是大家看我前面录的 有一些访谈节目 啊 我是用腾讯 啊 腾讯会议录的 然后腾讯会议里头 有一个功能 叫眼神交流 就我已经打开了 但我前几次没注意 他到底干嘛使呢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啊 这个功能 太神奇了 他干嘛呢 他把整个人脸识别出来 识别出来人脸以后呢 他认出这是眼睛 就甭管我眼睛怎么转 然后他会让这个眼睛 始终对着摄像头 对吧 他会把这个眼睛的部分抠掉 然后呢 直接这个啊 对准摄像头去这个 去说 然后呢 导致什么呢 就是我经常回头的时候 感觉这个眼睛很怪 斜眼啊 或者什么 因为他是重新画上去的嘛 就是他把你眼睛披掉 然后重新画一个眼球上去 然后呢 让你觉得就是 你甭管是看哪儿 他这个眼睛都是正对着正前方的 后来我就把那个功能关掉了 说实在太吓人啊 经常你这个眼睛画的不是很好看 啊 非常非常吓人 他那个功能叫眼神交流 啊 但是呢 这是个笑话 眼神交流这个是很重要的 啊 所以呢 就是如果啊 你的语其词很多 就买这个提词器 啊 提词器呢 然后呢 你就照着这个提词器念 正对着摄像头照着提词器念 你跟看视频的人呢 也是有眼神交流的 啊 那你说这个 AI认出认得出来这个吗 AI才认得出来这个呢 我发现人有时候还看不出来呢 AI就判断说 你的眼睛是不是在看我 对吧 他这个事是能认出来的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啊 所以这块呢 如果你啊 准备做大量的这个 啊 AI面试的话 可以啊 稍微考虑 准备 加一点设备啊 这个事是OK的 啊 下面讲最重要的点啊 最重要的点 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 叫关键词一定要说出来 啊 这个 为什么关键词一定要说出来 因为呢 你去做这个 啊 AI面试 他会把你的语言整个理解一遍 然后理解一遍以后呢 你让他去理解这个中心思想 理解这个意思大纲 理解什么这些东西 啊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他理解不出来的 那么他在理解的过程中是什么呢 这个 理解的过程中 他要找到你的关键词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以前在列宝移动的时候 经常要什么呢 我们每次面试的时候 要干这么一个事 就这个人的目标感潜不强 我们要要测试这个点 什么叫目标感 哎 目标感呢 是说 哎 当我们去 呃 有一件事情的时候啊 我让你给你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能不能找到目标 然后找到目标以后 你能不能分解目标 然后为了实现目标 你可不可以不择手段啊 可不可以 就是啊 为了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啊 大概是要讲这么些东西 但是你让AI去搞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一定要把这些关键词都认出来 哎 如果你没有这些关键词 他就根本不让你在说什么 哎 你说我围着这个关键词说来说去 我就不说这个词行不行 那就不行 对吧 他就他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哎 他就没法确定说 哎 说你到底说到点了 没说到点 这个事他是没法搞 对AI说话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给AI看的时候 一定要把关键词说出来 哎 说你这是一个目标感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要干嘛呢 要去学一些互联网黑化 像目标感这种词 对吧 一般人你哪知道有这黑化呀 对吧 这个 这个东西你要去学的 对吧 包括像什么 我们怎么去啊 得到一些什么啊 怎么去协同 怎么去打透 怎么去什么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你要去学一学 但是你说我说太多这个东西 肯定也不行 那一定是在他里面有机的组合其中一部分 特别是里头有一些题的时候 对吧 那大家是可以反推出来 啊 这一道题题库都是有答案的啊 那么这一道题 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啊 你到底应该打哪些点 对吧 哪几个点的哪些关键词 然后是什么什么样的 他会有这样的东西 他要一起背的 所以背完了以后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但是你说我光说关键词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出筛了以后 或者还有真人看呢 你上来以后光说关键词 这个那真人看的时候 那个肝管就啊 这个观感就会很差 对吧 他就会直接把你刷刷掉 所以呢 你要说一个正常的人话 但是要把关键词说在里面 所有隐晦的意思 需要结合上下文 首尾呼应 这些内容 都是昧眼抛给瞎子看 对吧 这个事是白干的 就是不要费那个劲 啊 AI没有这个理解能力 啊 你要让他理解 你在说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关键词 然后上来 就把它说掉 啊 这个事是是OK的 好 那么这个里头呢 就会有一个问题 问题是什么 冲塔呀 对吧 什么人会被拎去喝茶 这个是事情 咱们讲这个小故事啊 这个这个大家就 因为一般情况下 就是讲到最后的这部分的 听的人比较少 所以我一般 就是大家听我的内容 听的都比较多 应该 在我在我听直播的人 应该没有第一次来的吧 应该都是这个经常来的人吧 那我的内容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一般会发现 到最后的时候呢 人会少一点 对吧 所以我一般有一些 这个稍微敏感一点的信心 我会在最后说 这样呢 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虚假的 这个这个这个安全感啊 虚假的安全感 那么啊 怎么去又想把自己想说的话 说出来 又不要被抓住呢 很简单 你以为我们发的推特 我们录的YouTube 我们做的所有东西 后面会有人看吗 不会的 谁在看 AI在看 那么这个事情 做的东西 就跟前面 咱们做AI面试的时候 反过来就好了 对吧 AI面试 你的目的是通过 对吧 冲塔的时候 你是想把自己 想说的话 说出来 说给这些人 你们都是真人 我要说给你们听 但是呢 我又不能被AI系统筛选出去 对吧 筛选出来说 你很危险 你说到了什么关键词了 又不能干这个事情 所以 我们要干的事情是什么 用隐晦的意思 结合上下文 首尾呼应 才能够去表达一些意思 这是我要去干的事情 所以 什么人会被抓住 什么人会被请去喝茶 就是 上来提名字 谁谁谁怎么怎么样 谁谁怎么怎么样 哪怕你是提的 他的 这个一些逆程 或者说一些这种 变形的这种称呼 都会被拎出来 因为这一部分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去识别的 对吧 但是如果 我们提了很多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呢 没有涉及关键词 也不指名道庆 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表达空间的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人 去这个看你到底在说什么 没有那么多的人 每天去听 这个事他听不过来的 所以这一部分一定是AI处理 那么你又希望这个 这个想说点什么 对吧 像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想说点什么 但是呢 你又不希望被找麻烦 也不希望被别人找麻烦 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不要去提那些词 不就完了吗 对吧 这个你就不会被筛选出来 然后该听到的人也都听到了 所以很多人呢 都会在我那个视频底下留言说 我发现你最后的这部分 又影射了什么人了 我在干嘛 不就在干这件事吗 对吧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为什么就是我能够总结出这样的一个特问题来 就是我在前面啊 这个看了一个这个叫老孙的什么财财经时间 还是叫什么一个节目 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YouTuber博主 对吧 他就被请去了 他才七千多关注 对吧 他的关注才只有我的一半 他被请去了 然后请完了以后呢 他下午马上上午被请去了 下午就回来录了一条视频啊 来讲说我到底是为什么被请去的 他就讲他呢 看了一本书啊 他这本书呢 去讲了讲 但那本书实际上是大家不喜欢的书 这个或者说有人不喜欢的书 然后他因为提到了这个书的名字 就被请去了 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老孙那个人有时候挺粉红啊 就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呃 就还是比较粉红啊 有一点点啊 不能算彻底吧 他说话还是比较注意的 但是呢 当你去提到某一个特定的关键词的时候 就会进入到那个系统里面去 就会被人请去 对吧 然后他可能结合到一些其他 比如你超过七千了 你超过五千了 还是超过多少了 然后你的视频还有播放量 你还有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你又提到了这个关键词 他可能几个东西综合在一起 你就过线了 就被拎去了 对吧 这个其实他给了我们两个启示 第一个启示就是关键词很重要 而且这个关键词库 其实你不知道哪些在哪些不在 所以我们就尽量都不提就完了 尽量就说一些咱们日常的风华雪月的事情 对吧 日常的咱们怎么去做互联网 怎么去做流量 怎么去这个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咱们讲一讲这些事情就完事了 然后其他的东西咱们就不提了 那些敏感的书 敏感的人名 敏感的地名 敏感的这些东西咱都不说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他上午去喝茶 下午回来接着录视频了 这个事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 让我觉得我的安全感上升了 我估计可能这一条 这个没准剪吧剪吧 就送到这个付费频道里去了 也还好吧 这个回头再跟我们家的这个编辑 再沟通一下啊 我们家谁是编辑 我们家我太太是编辑 就是我录的节目 他负责剪 然后呢 他会觉得这部分太敏感了 咔就扔到这个付费频道里去了 大概就是这么玩了 最近呢 其实很多的梯子都被崩了啊 这个事是 大概是从 上周啊 这个大事件开始的时候啊 非常非常多的梯子就崩了 所以呢 我最近做油管啊 我的关注数啊 最近一直在啊 徘徊 而且也在下降 特别是昨天 昨天大概一下少了三十多个 因为我呢 一般有时候是比如说骂了人了啊 或者说了一些不对的事了啊 那我的可能会 我们管它掉粉啊 就是关注数会下降 但我最近的没干这个事 我最近一直在很认真 很努力的讲东西 对吧 但是呢 依然掉了啊 一下掉了三四十个 那么这个事呢 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最近出了一个什么事呢 啊 就是YouTube把很多的YouTube账号封掉了 啊 他封掉这些账号了 因为有很多人在我的Discord群里呢 就在跟我说 哎 说我这个啊 没干什么事情啊 那我也没发评论 我也没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这个就会被封号呢 那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 啊 因为什么呢 就是YouTube会封一些节点 就是一些科学上网的节点 啊 他会把这个节点封掉 然后所有走这一个节点的账号 他都封掉 因为有些这个节点是干嘛的呢 就是机器人啊 机器人在上面去爬虫啊 或者去在YouTube里头自动发一些这个评论啊 自动去蹭流量 去干这件事情 那YouTube一旦发现这样的节点 就会把这个节点和下面啊 节点下的所有账号都封了啊 可能最近就是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就是要用好一点的节点 或者付费的稍微贵一点的节点啊 这个事呢就会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啊 大概就是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现在新注册的账号 比如因为昨天被封了 然后呢 你今天注册了个新的啊 或者是说啊 你以前注册过 一直没有启用 然后最近突然开始启用的账号 都会被重点监控啊 因为他们会认为机器说我打跑了 然后这个账号又通缘活过来了啊 那么他们还会比较重点的来监控这些账号啊 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然后呢 真正讲的东西呢 就是啊 人到底应该怎么跟AI去沟通和交流 AI呢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如果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呢 啊 你也可以听一听 或者说你家里有孩子 或者说有朋友啊 要去做AI面试呢 可以让他来听听我讲故事 那我会来告诉他 AI是怎么去读这个内容的啊 他要学习一下 这个学完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比较好的预测这个 AI到底会怎么去反映这个问题 对吧 你到底是想通过呢 啊 就是比如通过面试啊 还是想求放过 比如像我在这天天在这啊 一阳怪气 对吧 天天在这讲这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希望蹭来蹭去呢 对吧 然后你就知道啊 这个事应该怎么去做了 对吧 啊 这个是真正要去做的事情 啊 那你说以后人会不会被AI训练了呢 对吧 以后咱们说话就跟是说这个 AI人工智能的这个提示词似的 或者说啊 说的话就跟那个书这个搜索关键词似的 啊 一定会干这个事情的 因为你有这个需求嘛 大家以后就都会这么去说 啊 因为他会发现 当你这么说的时候 对方也可以很快速的理解你要说什么 啊 这个就是 大家的智商都会下降一点点 啊 这个会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啊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一天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咱们怎么样